注意看 一伙牛鬼蛇神冲进了金店 随后就传出了呼救声 这时正好被尘跑回来的警察梁武云听见 这伙牛鬼蛇神很快就从金店出来 而且每个人都手提着几百金黄金 直接上了面包车快速地离开 随之追出来的店员 却倒在了门口 而这时的劫匪竟将车速开出了三百码 悬然不顾正在过马路的小朋友 梁武云见此情景 快速地跑上前去抱起小朋友 这才有惊无险地躲过了一劫 随后梁武云快速地上了自己的车 然后直接就贴上了警报器 将车挂上七档一脚油门踩到底 直接以2.39秒破百的速度就追了上去 梁武云将现场情况向擒队做了汇报 而这时劫匪被锦花一路追击 以示要狗急跳墙 一路横冲直撞将车开到了郊区 紧接着在路边换上了一辆小车 由于太过紧张 一名胖子明显手脚迟钝没能坐上同伙的车 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锦花梁武云很快就追了上来 劫住了逃跑的胖子 只见梁武云迎上去就是一脚 就将胖子踹倒在地 身材魁梧的壮汉在锦花面前毫无用武之地 只能乖乖地向美女求饶 与此同时 大批警察也是快速地就赶到了这里 就这样胖子被戴上手环带走 而另外四名劫匪已经跑没了影子 于是马上就向秦队汇报了情况 秦队快速地就来到了案发地派出所 安排当地警察协助抓捕逃犯 秦队向大家介绍了经店劫匪的情况 布置了路口设卡拦截逃犯的任务 不过秦队特别强调一点 那就是劫匪手里有枪 是一群穷凶极恶的家伙非常危险 如果发生什么紧急情况 一定要迅速上报指挥中心 不能擅自行动 毕竟这里面还有些是新来的邪警 但是有个人却偏偏就不按要求来做 不但没有去指定地点设卡 反而带上同事跑到菜市场拉了一车菜 而他之所以要这样做 是因为他们家的饭店 最近生意特别的好 顺路就给家里烧两筐菜回去 不过小伙却表示并没有拖延时间 因为他们走的是近路 比起走大路快很多了 正在这时对讲机就传来所长的通话 询问他们现在到了哪里 怕他们会惹出什么幺蛾子来 另辟蹊径的小伙不但没按所长的意思来做 还耍起了小聪明 就这样小伙忽了所长后 在车上也是开心的都合不拢嘴 另一边 所长带着大批警察正对各个路口进行拦截排查 而邪警减凡之所以不走大路 也是有他自己的小算盘 他觉得现在要是走高速公路二级路或者国道 没准还真能和劫匪来的遭遇站 还就是因为这乡间小路这么辣 根本不可能碰见那些劫匪 也就可以顺利到达集合地点 再好好的站个岗就可以吃上盒饭了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车子却跟他们开了一个玩笑 直接坏掉不走 所有人也只能下车去查看情况了 可接下来就到了不出意外就出意外的时候 一辆黑色小车高速地向路口驶来 根本无视前方警察的阻拦 直接就撞了过去 看到这一幕后 所有的警察快速地就追了上去 为了躲避警察的追捕 黑色小车开上了乡间小路 指挥中心迅速通道了劫匪逃跑的方向 现在的减凡是做梦都没想到 这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怎么偏偏就被我们遇上歹徒了呢 情急之下根本来不及修车 简凡马上就叫大家先把车推到路中间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估计让所有人都是意想不到 简凡竟叫大家把车上的萝卜白菜给搬了下来 放在路上一字排开 然而这些可不是搬下来吃的 却是想用这些蔬菜去拦住劫匪 于是大家左手拿白菜右手拿萝卜 时刻做好了作战准备 很快黑色小车就开了过来 简凡确定车排无误后 马上叫大家开始疯狂地攻击 这种阵长 今天这是要栽在这些萝卜白菜手里了吗 见到劫匪的车被逼停了下来 大伙更是匆忙地就去找地方躲了起来 劫匪知道身后还有大量警察追来 来不及做过多的纠缠就往山上逃窜 随后大批警察也是赶到了这里 这时大家也总算能松一口气了 可当所长看见他们还藏在路边时 直接就破口大骂 废物 一群废物 人都给我放跑了 一群废物 废物典型我告诉你 你们干什么吃的你啊 写检查 所长的这番话简凡可就不爱听了 他说我们奉上级命令在各个路口射卡 守住待土 预警及情况立即上报指挥中心 没有擅自行动 已经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应该受到上级的表扬才是 是吗表扬你啊 表扬你什么 表扬你们用大萝卜给我拦截吗 所长 那刑警特警真枪实弹的都没拦住 我们几个邪警又没枪怎么拦呢 简凡接着说 我们拿着大萝卜把内车拦下来 已经不容易了 而且那些还可以拿来当物证 上面还能提取到嫌疑员的指纹和定位 简凡的话直接把所长都搞得无语了 所长不管怎么样还是要扣他们奖金 还要全体停班写检查 回去后 简凡和萧承刚无奈地离开了派出所 他们始终都想不通 没想到办了件好事 最后在领导眼里什么都不是 可正在这时 萧承刚看到酒店门口的这一幕 竟直接让他腿都走不了路 猛逼的简凡转身朝旁边看去时 更加猛逼了 原来竟是一位扫地的大妈 哎我这小人刚 可其实并不是这样 而是旁边一辆豪车引起了兄弟的注意 再加上从豪车上下来的大长腿美女 直接把萧承刚看得口水直流 只见美女清理两下长发 摘下墨镜的那一刻 更是让萧承刚都看呆了 为了验证自己说的话 也在兄弟面前显摆一下辽媚功力 简凡一个小跑就来到美女身后 轻拍一下相间站到美女面前 这着实把美女吓了一跳 此时简凡的嘴里像是抹了密室的 叫着美女姐姐 可算找着你了 小老板有事吗 随后就开始撩了起来 我爷爷说好久都没有人惦记她那酒了 所以让我专程再给您送一瓶 我这管您再要个电话 回头呢给您专门送酒 要了电话还直盯着人家 没想到被美女发现 这么看女人不礼貌啊 简凡却说她是看美女头发没有了光泽 身体应该处于压健康状态 一看就是最近思虑过多 精神压力较大 导致体内精血暗号 回头给她一个包汤的配方 调养个半年保证比现在更漂亮更健康 简凡 明虽简凡实则不凡啊 有时间啊 我好好向您请假请假 好啊 哎呀一看蒋姐 就跟见到自己家亲人似的 真好 随后美女表示还有事就离开了 在远处看着的萧承刚只有羡慕极度恨了 回到家里的简凡就帮着萧起了包菜 父亲奇怪她为什么今天会下班的这么早 简凡慌称是跟人换了班 紧接着又给包间的客人端上了汤 正当简凡要向客人推荐自家酿的玉米黄酒时 不料尽发现眼前的这两个男子 竟是公安局正在通缉的经店抢劫犯 为了进一步确认两男子的身份 简凡立即来到了前台 找出了警察发来的通缉犯资料 进一步确认了两名男子的身份 仔细一笔对确认是通缉犯无疑 可接下来简凡并没有直接报警 而是来到厨房支走了老父亲 立即在橱柜里找出了一些酸枣人 然后得意的在客人羊肉汤里放了两把 一锅秘制宁神汤就做好了 随后就给客人送了过去 此时两名劫匪还自以为很聪明 殊不知危险就在身后 简凡很周到的给两人都盛了一碗 两名男子并不知汤里被加了料 就直接开始喝了起来 看见两人都喝下了自己的秘制汤后 现在就是坐等守株待土 过了不久后 酒足饭饱的两人就到前台结账 并且非常大方给了一把人民币也不用找了 看着如此阔气的大哥 简凡赶紧追出去送一下 还让人家下次过来一定要扫个马 确认两人上车离开后 简凡立即返回屋里 向小妹确认了宁神汤的起效时间 空腹的话半个小时 保护的话得一个小时吧 然后就给雷霆站警 萧承刚打起了电话 两头野猪下锅了 你要再不赶紧来 明儿就没你的份了 我开车去接你 等着 简凡的话也是把小妹都给搞懵了 随后简凡和萧承刚开着菜车沿路寻找 很快就发现前方有一辆车停在了路边 为了不惊扰劫匪 两人直接下车向歹徒方向走了过去 此时两人心里那个紧张也是不得了 毕竟对面是穷凶极恶的持枪劫匪 为了再一次确保安全 萧承刚捡起地上的石头 就朝车上扔了过去 确认车里实在已经没有动静之后 两人这才一步一步地靠了过去 果然不出所料 一个歹徒趴在车上睡着了 另一个则坐在路边也打起了盹 师傅 需要帮忙吗 简没有回应 萧承刚只是用手指轻轻一推 劫匪瞬间就仰面倒在了地上 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 两人开心地兜乐了起来 很快警察就赶到了现场 两名劫匪也就此落入法网 梁武云向秦队做了汇报 得知不费力气就擒获劫 秦队对他们连连称赞 可当简凡和萧承刚回到所里 没有得到褒奖反 遭到赵所长一顿臭骂 实则所长也是为了他们安全着想 虽然他们这个举动 在所里没有得到表扬 但在行政支队里 却让领导刮目相看了 单枪匹马在最短的时间 用最安全的方式 兵不血刃就把持枪歹徒给带住 于是秦队直接上门 邀请简凡和萧承刚 参加8.11案件告破总结会 没想到却被简凡直接挡了回去 梁武云可不会惯着他 举手甩给他一份文件 原来是8.11经店抢劫案 成功告破的公安内部简报 秦队长称赞他家的药性很厉害 让嫌疑人昏迷了十几个小时都没醒 简凡说自己用几个酸枣人 就制服了两个持枪歹徒 那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见这位领导不是来训他 而是要跟他聊聊案件的几个细节 简凡也是来了兴致 简凡也是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只是为了争取时间制服劫匪 还防止可能发生的枪战对家里造成破坏 秦队还邀请他和萧承刚 明天参加8.11案告破总结会 第二天 雷霆战警一番慷慨激昂的发言后 大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梁菊特地叫简凡也上台说说 没有准备上台的他也是语无论刺起来 各位锦哥锦姐 锦嫂大叔 大家好 好在梁菊看出了他的紧张 让他放松下来 就把自己面对歹徒时内心想法说一说 冷静下来的简凡 不由自主地高谈阔论起来 枪一开 我就直接吓趴下 但是我保证啊 小伙生动幽默的话 让大家开怀大笑 就连台上的梁菊和情队都不禁笑了起来 只是接下来简凡的话让领导都没料到 他竟给自家餐馆做起了广告 以后各位要是执勤下班 路过我们承西第一锅 累了 进去提我名字 我不要大家钱 请大家吃饭 会后两人来到酒楼准备庆祝一下 刚一下车 美女蒋迪嘉就赢了上岸 原来这是他哥开的酒楼 蒋总自豪地向他们介绍了 各种高端的山珍海味 饭桌上 蒋总说今天六味主菜都是海鲜类的 现在上的是特色的奶味爆丝汤 一听是爆丝汤可下到萧成刚了 他一口下去还没尝到鲍鱼味呢 于是蒋总大方的又让服务员上了一种 我这奶味爆丝汤 这一份啊 888元 那也是汤中的极品啊 蒋总还不忘和他家的承西第一锅比较一下 我那小店 有的时候一天的流水还没800呢 跟您这个啊 没法比 您店这个汤啊 比这萝卜白菜啊 差远了 此话一出让众人都傻了眼 这汤和肉啊 压根就是两张皮 汤倒是挺浓 可是这肉 嚼质如辣 丝毫无味 肯定不是用小火味的 一定是用高压锅 给闷出来的 蒋总不相信他只尝了一口就能知道问题 他让服务员叫来杨师傅对质 对不起啊 对不起 那个时间来不及了 所以啊 我们就用高压锅啊 入入味 而随后简凡还说出了他的干报 还用过了双氧水 为了避免蒋总更加尴尬就没往下细说 蒋迪家却要让他继续说完 简凡没办法只好说出了自己的见解 他更是说这家店天地人何以尽失 蒋总 既然四气俱无 那就是气数已尽 我说句难听点的话 我劝您啊 早点关门打击吧 然而蒋迪家的哥哥并不生气 他已被简凡实力所折服 这简凡啊 还真不是个一般人 就尝了那么一口汤 就能说出这么多个道道来 你这样 帮哥在约约的 两人离开酒楼 来到一个寿楼处 简凡刚一下车 只见一个身材极好的寿楼小姐就迎面扑来 如隔三丘的他们在兄弟萧承刚面前 直接洒起了狗粮来 你俩继续啊 我什么都看见了 一番腻歪过后 简凡拿出了单位对他的表扬性 可女友一看瞬间就不高兴了 因为他心里不想男友当警察 他希望简凡能在市区开一家酒楼赚大钱 可简凡的梦想就是想当一名警察 看到女友不理解自己也是无奈 回到单位门口 萧承刚又是迎面扑来给他来的大大的拥抱 兄弟如此高兴是因为他们参加招警比试通过了 得知此消息 简凡也是开心的不得了 来到面试现场 让简凡没想到的是 面试官里竟有一位自己的同学 当考试官问他还有没有问题时 简凡就直接说 有 那位同志是我大学时候的同班同学 这种关系过于亲密应该回避 臭郭哥 谁跟你怪气亲密了 你们看你们看 都叫我臭郭哥了 还不起你啊 考官们商量过后 还是让梁武云暂时回避了 见到梁武云想要骂他的表情 简凡也是露出了邪恶的一笑 接下来面试官直接就说 刚才书记员梁武云肯定早就认出你来了 他之所以没有提出回避 肯定是想帮助你 可你却提出了回避 你之所以这样做 是想让我们觉得你觉悟很高吗 简凡告诉考官 不是这样子 他等梁武云上学的时候脾气就不对付 经常就对着干 所以他可不能欠这份人情 免得以后出去跟同学乱说帮过他 这是他可不能干 简凡的回答 也是让梁世官有些刮目相看 另一边 美女蒋迪佳正在四处寻找简凡 因为他的哥哥想得到简凡家的做菜秘方 蒋迪佳先是找到了萧承刚 虽然萧承刚把蒋迪佳当成自己心中女神 可当他知道美女是为秘方而来时 兄弟也坚决地说 这绝对不行 蒋迪佳不死心直接上门找到了简凡母亲 没等他说明此次的来意 阿姨直接就说简凡已经有女朋友了 他们俩从小青梅竹马好着呢 让他离简凡远一点 就这样直接就把蒋迪佳给打他走 而蒋迪佳的哥哥也是带人找上了简凡老爸 用重金诱惑老爷子 但没想到老爷子却说他什么不缺 想要得到秘方那是不可能的事 当发现所有人都没戏时 蒋总竟找上简凡的女朋友 就这样简凡被女友香香带到蒋总的酒店 久过三旬 蒋总欲用十万大洋买他家的牛肉干配方 简凡是说这是一种简式家常做法 根本不值钱 见蒋总如此执着 就暂时收了他的钱 回到房间 简凡拿出蒋总给的银行卡 香香见着可高兴坏了 第二天 蒋总还请简凡到他们厨房指导一下工作 看到五大三粗的除歌除解 简凡也不好直接说什么 便拿起桌上的菜板 来一个1080P的超级选转后 当简凡一开菜板时 桌上出现了一堆木屑 这么多木屑 这么深的凹槽 这说明各位的刀工根本就不过关了 这说明已经有将近一晚的木屑 进入到了客人的肚子里边 这就是对客人最大的不尊重 这些厨子们听后脸上就不高兴 而接下来的一幕 更是让他们无语了 只见简凡拿起一条苦瓜架在玻璃杯上 然后手起刀落 苦瓜依旧没有掉下来 足足过去了三分钟 苦瓜才一分为二 而玻璃杯口丝毫无损 这下也是让众人都看傻了眼 随后简凡说刚进门就看到 厨房里有七个人留着长指甲 四个人留着长头发 还有三个人衣服估计三个月没洗了 三米之外都能闻到位 而厨师做菜最重要的那就是干净 就在他要继续往下说时 简凡立即就发现了情况不对劲 再加上一旁的张经理冷汗直冒 抹了一把又一把 简凡实在是不敢再说下去了 说太多怕一会出现什么意外就不好了 简凡趁机赶紧就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实则简凡说的都是实话 张经理也是气得都说不出话来 随后 简凡立即给女友打去了电话 想在离开时见个面 乃至女友忙着开会走不了 蒋迪家开着豪车把简凡送到车站 作为朋友这送一下自然没什么 只是接下来两人的这个举动 恰好就被女友香香给撞见了 本想开完会赶来送一下男朋友 却让他见到这种的情景 这估计哥谁心里都会难受 新兵正在进行实战演习 不料被一辆明星的豪车给撞上 司机不但没有道歉的意思 反而把车上的保镖都给叫了下来 二话不说对着萧承刚就是一拳 简凡见状立即冲了上去 看到此情景 简凡马上就呼叫队友支援 可在演习时段里并没有人会回应 无奈之下只能亲自出马 只是他的这一戏耍 再加上一记中拳 这下可把男子惹毛了 见简凡往酒店里跑去 保镖直接就追着不放 而他的这一状态正被情队和梁武云看在眼里 简凡躲进酒店的厨房里 不料竟有六双眼睛盯着他 眼看保镖马上就要追来 情急之下简凡拿起锅里的铁锁 只是保镖的这一拳刚好就被铁锁挡住 保镖本想再次出拳 没想到被简凡用三招铁锁弓给搞得晕头转向 不得不说 这时的铁锁也是被简凡无尽其用了 又是一番操作下来 直接让保镖找不到东西南北 再给他一根苦瓜去去虎 谁叫你那么大的火气呢 紧接着一杆小鸟球就让保镖飞了出去 此时急红了眼的保镖拿出盘子就往简凡砸去 不使出点神出功夫看来是不行了 走你 就在简凡以为搞定完事时 一个土豆直接就朝他头上砸来 原来是厨子们要报复他来了 说的没错 前几天简凡来给他们指导工作 当着他们领导 把该说的和不该说的话都说了 简凡发现情况不对 立即装作一副大哥的样子 看着厨子们似乎被唬住了 简凡立即把腿就跑 反应过来的厨子迅速的就追了上去 此时的保镖已成了红脸的关公 越擦越红火 很快简凡就被厨子们追了出来 夹在保镖和厨子的中间 眼看已经无路可逃 要是被这帮厨子抓住 没准就被奸诈烤干了 情急之下简凡想到了一个妙招 上前抱住一个保镖 说兄弟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厨子们见状说他们是一伙的 一拥而上就和保镖火拼了起来 简凡趁乱将兄弟们给救了出去 而这一幕也让梁武云看得知想笑 很快一群媒体记者就围上来 要是没把晚上的事情说清楚 让媒体记者乱扯一通 那可就没事也得有事 无奈之下简凡直接拿上大喇叭站了出去 看有人站出来说话 所有的记者都朝简凡围了过来 简凡说明星保镖出手伤人 警察知情被打人辱负重 警戒说我们是集训警察 奉上级的命令在这里巡逻 被那帮人开车撞伤之后 不但没有得到道歉 反倒被他们殴打 这就是证据 大家看到鼻青脸肿的萧承刚 简凡说警察打不还手 骂不反口 不是因为我们害怕 而是因为我们是警察 我们的社会是法治社会 今天的是我们会以法律正当的手段 为受伤的警察讨回一个公道 简凡的发言 让现场的人都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而美女蒋迪嘉还在一旁拍起小视频 而记者还有一个问题不明白 就是那厨师们怎么也会被打呢 这个问题要是答不好 那可就得穿帮 简凡指着他们说这是酒楼的厨师 看到我们警员被打 就非常仗义的过来阻止 但没想到明星保镖连厨师都打 简凡还有模有样的 向厨子们敬礼表示感谢 厨子们见他这番操作也是无语 郭哥这黑白通吃的本事 就连警花们都不得不佩服 就这样 这件事最终就被郭哥给摆平了下来 经过这件事后 秦之队对简凡胆子大头脑活很是欣赏 抢着让郑伟把简凡分配给他 这个人我要了 你先别着急 美女一番打扮后 在楼下等着小伙的出现 施泽班长解释想问问小伙的职业规划 有没有打算留在市里发展 简凡也说出了自己从小的梦想 两人的吹牛技术那可真是半斤八两 玩笑之后 简凡说他最喜欢做的还是做菜 最大的理想就是开一个属于自己的餐厅 然后把父母都接过来 让他们好好享享福 不过现在警院毕业了 不去当警察也说不过去 要是能边当警察边当厨子 那就两全其美了 哎我说你这人 你爱干嘛干嘛 行吗 梁武云直接被气走了 集训终于结束了 吕教官为众多学员颁发了证书 简凡和萧承当都分配到刑警队 两人也是高兴的手舞足蹈 萌萌不得不说他一下 枪都拿不稳的人居然能进行警队 应该是要到刑警队的食堂去当厨师吧 没良心 你说的还真对 这工作我喜欢 简凡到刑侦支队报到后 秦队安排他先熟悉枪支 再带他到射击室 亲自指导他练习射击 简凡也不负秦队的特别用心 休息时 简凡随手拿起报刊架上的一本美食杂志 竟然让他看到自己的卤酱肉配方 已经被蒋九鼎注册了商标和专利 三个月就售出去44家 净赚了500万 九鼎集团正在筹备批量生产 得知情况后 简凡找到了蒋迪家 告诉他自己的卤酱肉配方是有缺陷 室温超过25度肉就会臭 不适合批量生产 他老爸琢磨了半辈子都没想出解决的办法 如果不停止批量生产 那最后就没好果子吃了 然而蒋九鼎是个唯利是图的生意人 听不进旁人的劝告 第二天 简凡来到秦队的办公室 秦队向房地产老总李维介绍 简凡是他最得意的弟子 李维也夸他是少年英才 简凡听出两个人是在相互吹捧 随后秦队让简凡到三号审讯室 把唐大龙带出来 简凡也看出了秦队这是要放人了呀 出来后遇到了梁武云 简凡看四下无人 凑上耳旁小声地问 你这不会收黑钱了吧 哪知梁武云说是抓错了人赔个人情而已 简凡来审讯室将唐大龙释放 没想到两人从此就有了很多戏份 因为大老板李维告诉唐大龙 秦队是不会随便带徒弟的 这个简凡必有过人之处 要特别关注一下 还要点赞收藏再转发 很快 在设计训练场里 唐大龙就带着泡妹给简凡送来两瓶酒 回到车上 简凡正在纳闷 秦队上午刚说自己是他的得意弟子 下午就有人送你 看来这领导的面子真是很实用 而让他更不解的是 里面竟有一个大大的红包 真拿我当黑警察是吧 简凡把酒直接拿到秦队的办公室 说明了情况 没想到秦队接下来的话让他怀疑人生 此时简凡不能苟同秦队的话 这背离了他当警察的初心 更不能做这样领导的弟子 简凡坚决地把红包放到桌上 说要这样就没法干了 当面就要辞职 秦队确定了他的想法 然后露出了笑脸 我跟局长没有看错你 这个钱上交组织 简凡这才明白这是秦队对自己的一次试探 正在这时 警队来了三个漂亮的警花 有两个男同志还在门外偷看 原来是金针支队的这里挑选 能识别贾钞的人来协助他们办案 只见班长姐一脸憋气地从里面出来 怎么样 简凡墙憋着差点就笑出来 带梁武云走远的财胆笑出声来 正当他要走时 却被肖成刚和郭元一把推了进去 而里面竟还有训练班的同学书云 孙队拿出一捆钞票 让他找出里有多少张假币 简凡接过纸币就拆封了起来 熟练在手上摊开 然后就摸了起来 紧接问到这里有多少张啊 要我告诉你还有你数吗 刘队的拒绝回答 让简凡更有挑战的性质 只见他的手指都起来比验钞机还快 数完一遍之后 就开始从里面一张一张抽了出来 现场所有人都为他的举动感到意外 过了七七三十六秒后 简凡很快就轻点了出来 一共一百张 二十六张假币 刚开始锦花还以为他是懵的 经过确认之后证明真假数目全都是对的 为了再次确认是不是瞎懵的 锦花又拿出一落给他 并要他在没拆封的情况下挑出来 很明显这是要给他提高难度 但小伙并没有因此而害怕 拿起钞票就开始快速的数了起来 看着他麻利的操作 锦花瞪大眼睛脸红心跳 很快小伙就从中拿出三张 面对锦花问他确定就这三张吗 他却说到这三张是仿的质量是最差的 其实这一落全是假的 此时锦花又拿出另外三张 小伙不加思索就说也是假的 锦花说他连看都没看怎么就说是假的 紧接着小伙说 第一次是真的里面掺假的让我挑 第二次是拿仿的较好的来迷惑我 第三次是仿的最好的来考我对吧 小伙敏锐的思维让锦花无言以对 凭着手感就能准确地摸出假币 而且这里有着七种不同的版本 就连银行柜台职员都没他效率高 小伙说这是跟他的经历有关 小时候家里收到了六千元餐费全是假的 父亲失眠了好几个月 于是他勤学苦恋力志不让家里再收到假钱 听了他的故事 锦花也确认他并不是瞎懵的 而是从实践中得到的真知 实则锦花是金针之队的刘福智队长 今天前来就是要找一名能分辨假币的警员 帮他们侦查一起假币大案 而简凡正好是他们想要的人 于是 简凡就被三个锦花给带到了金针之队 只是要参加这个案件 还需要乔装打扮一番 而让简凡万没想到的是 自己竟被整成了四眼金刚 这一点也不像自己了呀 可现在刘队就是要让他扮成另一个人 叫杨二刚福建青田人 简凡是个刚从锦校出来的新人 还没有经历过什么任务 要说不紧张那是骗人的 自己只是会摸两下钱 其他的什么都有不会 他还是经不住问了一个实在话 您说句实在话 这事到底有多危险 我妈可等着我娶媳妇抱孙子呢 跟玩似的我告诉你 不光这个 我还给你配一媳妇 不立娟 进来 只是当这个媳妇进来后 差点把简凡吓得脚都站不稳了 但这个媳妇可不简单 她是重案大队主要队员 临战经验十分丰富 这次就是专门保护简凡的 介绍完后 刘队就让他们直接去酒店开个房 这么快可把简凡吓到 于是他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 能不能换个人啊 我这么年轻这么鲜肉 跟这么一大姐出去 别人以为我被富婆包养了 姐我错了 这可不是说换就能换的 毕竟是在执行任务 保镖家媳妇还有比这更好的事吗 不要也得要 接下来简凡和胡立军 就假扮成一对假币买家住进了酒店 胡立军给他一代嫌疑员的资料 仔细看后 竟发现这些家伙一个个都是重刑犯 还是一些亡命之徒 这可真是把简凡吓出了一身冷汗 要是真出点什么事 那自己的媳妇可就真没着落了 于是三十六计走位上策 怎么了 姐 你这个你没看啊 我玩不了 太大了 胡立军告诉他 当地警方三天前就派了个外勤来 结果出了车祸 金追大队翻了两三天 才把你这个宝翻出来 你现在又给我撂挑子 我从来也没结过这么危险的事 看着他那副怂样 自己现在也没辙了 只得给他的直属领导情队打去了电话 得知情况后的情队 立即就说告诉他是胆小鬼 窝囊废屁不是 大不了回城西当厨子去 果不其然情队这招还真是管用 听到这话后的简凡瞬间就来气了 说我必须得去 胡立军也不禁地笑了出来 很快两人就来到了和嫌疑人的约定饭店 可刚一下车 简凡的腿就不停使唤起来 此时他已经忘了前来的目的 只知道自己叫害怕 胡立军搂过简凡 告诉他怕解决不了任何作用 出来执行任务是每个刑警必须要过的关 要向的男人才能保护自己和身边的媳妇 我现在是你的女人 你难道连保护我的勇气都没有吗 真的没有 为了唤起他男人的神经 胡立军拉过简凡的手放在自己的胸前 一股触电的感觉立刻让他有人男人的生理反应 在胡姐的鼓励下 简凡不再害怕了 来到包间 虽然简凡刚刚还害怕得不行 但见了嫌疑人后那是装得有模有样 但是没想到嫌疑人警惕性还很高 直接就对两人进行了试探 说你大哥上次来跟你一样带了一个妞 还说要去回去当老婆呢 这个刁钻的问题 让简凡一时不知怎么回答 要是回答不好那就要露线了 简凡拿起桌上的水喝了起来 实则他是在借喝水的功夫 思考一下怎么回答他们 而俩嫌疑人自然也看出了他的迟疑 于是就准备拿出藏在身上的家伙 而俩嫌疑人自然也看出了他在拖延 于是就准备拿出藏在身上的家伙 正在这危机关头 简凡故意呛了一口水 笑着对胖东说 你们不可能见过我打扫 我大哥出来从来不会打扫 肯定是他心打了 没有啦 简凡机智的反应才化解了这次危机 可嫌疑人的试探并没有停止 胖东直接说最近雷子抓得紧 家里就剩这么几张存货了 简凡接过纸币一张一张的摸了起来 很快就发现里面有猫腻 说你还真是蛮鬼的 你连兄弟都敢糊弄啊 这七张里面有两张是一年前的货 还有两张是我们福建老的 最搞笑的是里面竟还有三张真抄 看着一下子就被识破 胖东连忙解释自己老眼昏花搞错了 看着简凡很有诚意 男子也拿出了事先藏好的硬货 当简凡仔细查看过后 确认这才是警方这次要打击的犯罪交易 他说你们这个货还真是不错 有多少我全部找包带走 为了进一步消除嫌疑人的疑惑 简凡用了去菜市场买菜的经验 和他们讨价还价一番 不但把价格压低 还让嫌疑人直接拍板确定了交易时间 所有公安干警等的就是这个结果 与此同时 公安局立即就开始商议抓捕方案 准备将犯罪分子一网打尽 梁局长提出了要求 就是要确保两名内应同志的人身安全 只是狡猾的嫌疑人还没确定交易地点 也是让抓捕带来很大的困难 回到酒店里 狐狸军正在卸下身上的装备 看到这辣眼的场面 简凡差点挖塞出来不敢正眼看了 随后他们就按时间来到 嫌疑人指定的位置 当看见对方车上有四个人时 简凡立即就发现了有问题 他觉得这小破下利车 根本装不下三箱纸币 于是狐狸军立即 就将现场情况汇报给了指挥中心 现在刘队也只能让他们见机行事了 紧接着狐狸军就下了车 笑着说范大哥带这么多人来 又不见货这是要抢我们的饭碗吗 眼镜男直接说要先验过钱再看货 狐狸军也不是好糊弄的 说按老规矩办 你们要想应来就搞我试一下 我都不带怕你的 看着情况不对 简凡带上家伙直接上前 没有见到贾超只能先答应他们要求 他们这样子吧 自己过去看一下 只是没想到 眼镜男看过钱后却告诉他实在不好意思 晚上雷子查车查得紧我那货还没进来 还要等几天 这话一出简凡的暴脾气瞬间就上 等你妹啊 杀我是不是 搞一晚上你现在跟我讲没货 看什么 心情我现在搞死他 完了 简凡突然来这么一下 让狐狸军都吓了一跳 罪犯更是被搞萌了 上车前简凡还不忘给他们叮嘱下 记住哈 我们没有见过 就这样两人很快离开了 其实这是罪犯对他们的再次试探 狐狸军对简凡刚才的表现很意外 凭着多年跟犯罪分子打交道的经验 狐狸军认为接下来他们会主动联系 果不其然 眼镜男很快就打来了电话 说实在不好意思 刚刚收到消息货已经进来了 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于是简凡又再次来到刚才的地点 经过多次试探之后 眼镜男已经完全相信了他们 直接就让手下把真家伙搬了出来 让简凡直接验货 打开箱子后 确定是名副其实的好货色 为了给外围警察争取包抄时间 简凡故意慢慢验货 只是眼镜男可不会任由他来 直接拿出铁棒敲开箱子 简凡议会了狐狸军后 对眼镜男说我给你拿钱去 就在简凡抬起后备箱时 狐狸军朝天就是一枪 看到如此凶悍的女人 罪犯都被吓得腰都站不直了 此时眼镜男还以为是遇上了黑吃黑 简凡摘下眼镜告诉他 随后正要给他们每人 带上辆闪闪的手环时 一个男子突然推倒简凡 车后跑去 简凡见状立即就追了上去 此时男人被刚才的场面都吓尿了 正在这时简凡一个纵身扑倒男子 然后直接两拳就干了上去 不过这名罪犯可是个练家子的 猛的一下推开简凡就要继续逃跑 此时简凡没多想就冲上前去抱住罪犯 虽然是第一次上战场 但是简凡却没有丝毫的畏惧 罪犯对着简凡的老妖一顿猛烈输出 最终还是被甩开继续疯狂逃跑起来 眼看这样下去就会让他逃走 简凡也不跟他客气了 直接掏出家伙 见对方无视警告 简凡直接就是一枪 听到枪声 警察也是快速赶了过来 简凡自己都没想到 第一次对着罪犯开枪竟能打中 而这时的简凡暴脾气直接就上来了 对着罪犯就是一顿输出 直到同事把他拉开 刘队看着简凡如此激动 也不得不说他两句 面对罪犯不也能当得了警察吗 听到人赃巨货的汇报 梁局宣布收网行动开始 很快 所有犯罪分子悉数落网 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制裁 回去的车上 狐狸君对简凡今天的表现 那是刮目相看 说着黑气麻糊的 你的那一枪打得够准的 其实我那枪 蒙的 所幸的是竟被他蒙准了 回去后 简凡那可是厌服不浅 所有的警花都悉数到场 本以为大家都是来关心看望他的 不料都是等待这个机会来整他的 幸幸的是 还有个梁武云伺候他赤香蕉 还把自己平板留给他 无聊时可以解解闷 只是当简凡拿起平板一照 才发现这帮警花都是一些 居心叵测的家伙 好在接下来还有惊喜等着他 无意间翻到梁武云的照片 看到了平时见不到的另一面 这下把他看得直流口水 简凡放大图片仔细欣赏了起来 就在他想入非非之时 平板意外掉到地上摔坏了 这下可有好看的了 坐等梁武云收拾他吧 出院后 简凡和女朋友香香的母亲见面 这个酷似你大红的阿姨 一开口就问简凡 你这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呢 够花吗 简凡说一个月就两三千 不过单位福利好吃 穿住都不用愁 每个都还能攒点 阿姨听后一脸嫌弃的说 不少 快赶上我们香香一半了 那你们要是结婚 你跟香香住哪啊 你总不能让香香跟你去住宿舍吧 你爸妈也没考虑这问题吗 作为父母提出这样的问题 也是情理之中 只不过香香此时也有了自己的想法 之后几天离简凡打电话约女友 香香却总说要开会没时间 直接挂掉电话 容不得简凡多想 最近市区发生 十几起被一美女麻醉的抢劫案件 因手段比较蹊跷 还善于避开监控 案件始终没有进展 梁菊只是情队成立专案组 重点排查出入个大酒店夜总会的美女 没想到梁武云带回一个嫌疑人 竟是蒋迪佳 美女蒋迪佳非常生气 虽然警花梁武云已经向她道了歉 但她却要坚持投诉 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 在警局放眼看去 也只有简凡能搞定她了 梁武云深拉硬拽把简凡推到门口 简凡深吸一口气 硬着头皮进了审讯室 见到简凡 蒋迪佳也没给好脸色 简凡说他们不都给你道歉了吗 然而蒋迪佳却不想就这么收手 非要投诉梁武云 简凡让她理解一下警察的工作 骂人也是工作 说我什么一看就像勾引男人的货色 让我老实交代 这话是你们警察说的吗 你们凭什么污蔑别人 我到现在连个男朋友都没有谈过 我够你谁了 得知蒋迪佳到现在还没谈过男朋友 简凡感到很意外 借机调侃到自己恋爱谈早 不然也不能让她到现在还单着呀 想要消除蒋迪佳怒火还得对症下药 于是简凡就瞎编了起来 说梁武云是个好姑娘 但是最近遭遇了一些不幸 她出了六年的男朋友连招呼都没打 就和她的闺蜜领证了 蒋迪佳听了这么狗血剧情 也开始同情起她来 简凡告诉她最近市里出了一件大案 有个女嫌疑人专门在酒店作案 把客人迷云之后洗劫一空 女警们都忙得焦头烂 梁武云这失恋在家上一直奋斗在一线 她的脾气是越来越臭 简凡事迹向蒋迪佳道歉 您啊多理解理解 我们这当警察的吧 真是不容易 他们这么做也是为了早点抓住嫌疑人 你想想 万一这人一直抓不住 哪天到你们酒顶做案去 您不是还得跟我们打小道吗 对吧 我理解她 可是理解我呀 我呀 我理解你 我们俩之间理解的一直挺好的 好 蒋迪佳说可以不追究 但是她有个条件 就是要简凡陪她一下午 充当跑腿以弥补她损失的时间 见蒋迪佳态度转变 简凡立马就答应她的条件 送走了南岛的蒋迪佳 大家又为调查女嫌疑人而忙了起来 这天 简凡和梁武云被安排在五一小区的大门口 对嫌疑人进行监视 车里播放着罗密欧和朱丽叶的钢琴曲 梁武云不由地说起了里面的台词 简凡听得有点萌 在她看来还不如聊聊萝卜丝和白菜叶有趣 正在这时 一辆豪车出现在他们眼前 一名男子下车后就抱着女友在众目睽睽下击吻 一场真人秀就在小区门口开眼 梁武云觉得这是人家小两口恩爱的表现 简凡则认为 高雅点说这叫接吻 通俗一点叫轻嘴 直观一点那就是再啃了 嘴里说不敢直视 但眼睛却不听使唤 只是这么一戏看 让她瞪大了眼睛 原来被闻女人是自己的女朋友香香 这可让她坐不住了 打开车门冲了上去 没想到男人一把推开她说 找我女朋友有事吗 原来同事男朋友啊 香香捂住脸不敢面对简凡 此时两个男友为她大打出手 梁武云见状立即呼叫附近的队友 自己上前使劲吃奶的力气 都没能拉开简凡 直到香香抽一个大耳瓜子 才把她打醒 看着在一起七年的女友 想不到会这样子对待她 这是脚踩两只船啊 气愤不已的简凡已经失去了理智 非要跟男子绝出高下 还好被前来的队友拉开 胡姐见她如此激动 就给她戴上38斤的手环 这个场面也只有胡姐能控制得住 吩咐萧成刚带走简凡 又让梁武云送男子去医院 就在这时 萧成刚的对讲机里 传出了发现嫌疑人的声音 有嫌疑人 谢婉晴 谢婉晴察觉到情况不对 转身跑走 萧成刚和郭元很快就追了过去 谢婉晴见无路可逃 就跑进男士侮辱的女厕所 可这时为抓罪犯 也顾不上这个细节 萧成刚和郭元直接冲了进去 一阵尖叫过后 又抢案的嫌疑人谢婉晴也被逮了出来 不过简凡打人的事 已经闹到了政法委 督察处很快就来到局里要人 梁局对秦队说 别多说话 人间隔离 查经事实在说 秦队告诉简凡市局 督察要对他暂时隔离调查 秦队握住他的拳头 男人的勇气在骨子里的不在拳头上 你燃烧别人的时候 受伤害的也包括你自己 从今天开始呢 你要学会为值得的事活着 就在他要走出门口时 食堂的老师傅给了他一个盒饭 简凡很意外自己还不想领 实则老师傅是要他吃饱肚子再回到警局 看着简凡被带走 梁武云哭得像个类人 其实他心里一直默默地喜欢着简凡 警局的队友看到简凡遇到这种事 都纷纷前来请秦队想办法帮帮简凡 因为这次搞不好简凡就要脱下警服了 秦队看到这一幕也是感慨到 自他带队以来都没这么齐心过 秦队告诉大家这件事就交给他来处理 他说陆队已经前去和家属调节此事了 大家这才安心的工作 然而这个男子的父亲于彭飞是个大律师 他坚持要上诉不接受陆队的调节 警花们利用下班时间找到香香帮忙说情 让男子放简凡一马 简凡在督察处也在积极进行自我救赎 李维从唐大龙得知简凡的事后 觉得可以利用这次机会笼络络简凡 于是用自己的资源胁迫于彭飞接受调节 在绝对资本面前于彭飞也只能同意私了 结果简凡赔付了8万元医疗费 总算了结此事 不过队里也给他严重警告的处分 而这8万元是大家一起捐款的 秦队要他尽快把钱还给队友 晚上 简凡在回宿舍的路上 偶遇路边炼贪的黄老板 在警校上学期间 简凡曾在他店里打过临时工 黄老板对简凡的厨艺很是欣赏 就邀请他一起干 简凡为了能早日还清欠款就欣然答应了 于是他白天炼枪晚上炼贪 慢慢淡忘了失恋的事 在警局可没人淡忘他 梁局对秦队说在适当的时候要推他一把 在不触犯大原则的情况 七年之痒 终究还是逃不过的魔咒 女孩想要成立人的生活 简凡现在却给不了 脚踩两只船的女孩 两只还都踩不放 一杯水也彻底让简凡清醒 结束了这段感情 在设计训练场 一个急切的电话打来 九鼎集团应将牛肉配方出问题 被多家下县联名告上法院 而其中一家直接把蒋九鼎 堵在路上暴打了一顿 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 此时九鼎集团的门口 被闹市者围得水泄不通 当简凡来到现场时 竟发现有唐大龙手下的小保安 他觉得这是应该和唐大龙有关系 于是找到了唐大龙了解情况 原来是有一家叫仁通的房地产公司 知道了九鼎应将牛肉配方出了事 就煽动七九鼎集团的一些小股东 趁机闹市 遇得到九鼎的一块宝地 而仁通在开发莲花小区 时向李威拆借了4000万 为了能早点让仁通还款 唐大龙这才派小保安去帮忙 酒店也不能正常营业 这酒顶的烂摊子 就交给蒋迪嘉一个人了 简凡看着愁眉苦脸的蒋迪嘉 宽慰他说 然后带他来到黄老板的大排档 放松一下心情 一碗经典的杂碎面 蒋迪嘉只吃了一条 就吃饱了 心情不好的他也没有了胃口 心血来潮的蒋迪嘉 竟做起了服务员来 之后郭哥送蒋迪嘉回家 出去走了一趟心情好了许多 为了感谢简凡 蒋迪嘉送出了珍藏20多年的初吻 也正是因为这个香吻 让简凡直接沦陷 他得想办法解决酒顶眼前的事 第二天 简凡来找蒋酒顶 开始蒋酒顶还看不上眼前这个小警察 并一直用话挤对着简凡 后来经简凡的一通分析后 蒋酒顶听出了里面的厉害关系 便听从了简凡的建议 联合李威反击张人和 说服了蒋酒顶 简凡就请唐大龙引荐了李威 李威对秦队的徒弟很感兴趣 看过了简凡连夜做的计划 没想到李威非常认可 我看你这个计划很好 如果能做成了今年的商战第一 就非此莫数了 很快 张人和的莲花小区就爆出降价风波 惹得原价购房的人纷纷吵着要退房退款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丑闻 更是让张人和寝世难安 而几大银行得知人通集团出现了资金问题 都上门要求其还请贷款 前有追兵后有猛虎 很快张人和也无力回天 根据简凡的计划 李威联和三家实力雄厚的公司 买下了张人和的莲花小区 赚得盆满钵满 蒋酒顶也保住了酒顶酒楼 接下来就是解决酱料配方引起的问题了 在公司的加盟商家纷纷上门讨要说法时 简凡来到酒顶集团 蒋迪家问他对解决此事有几分把握时 简凡说没啥把握 这是不到最后一刻 谁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意外 我现在也只能尽力而为 蒋迪家可不想意外发生 可他偏偏做了意外的事 俯身上前重重的补了一口 现在呢 有几成把握啊 现在简凡不是没有把握 而是根本把握不住 简凡先是让几个闹事者消停了下来 然后表明了身份 接着向众人宣布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之前煽动闹事 打伤经理的嫌疑人已经被捕 目前正在立案调查 第二件事 公司已经查明有人未经允许 向他人出售配方 而第三件事就是制作酱料的设备 没有一个是合格的 就凭你们这些违法违约的行为 酒店本来打算上法庭反告你们 但估计到 我们双方已经建立了合作关系 这才网开一面 虽然公司蒙受了巨大损失 但是我们最后还是决定 把75% 也就是四分之三的技术 转让费退给大家 愿意签合同的 隔壁二楼小餐厅 马上可以领支票走人 这个方案让这些心虚的人 都乖乖的去签了合同 就这样酒店的危机解除了 酒店酒楼也得以重张开业了 简凡在此次商战中出谋划策 挽救了酒店集团 蒋酒店送他一套房子 见简凡不收就先把钥匙交给了他 说什么时候感觉能收了 直接来取房本就行 见推辞不了也只能先收着了 晚上简凡约来蒋迪家 把他哥送房子的事情告诉了他 蒋迪家说这是给你做男人的面子 因为俩人已经正式交往了 简凡连个房子都没有 考虑到以后结婚生活 这房子是蒋迪家让他哥送的 说是当作嫁妆 这女朋友带来的嫁妆不收就得罪丈母娘了 第二天 刚走进局里 就接到出警任务 老陈说昨晚铁路医院发生抢劫运超车 打死两名保安的恶性案件 简凡匆忙领枪赶到交叉路口堵截嫌疑车辆 作为多年的老警察 老陈对办理案件那是激动得不得了 而简凡则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在一旁看着手机 其实并不是这样 简凡是在研究市区的地图 推测罪犯的逃跑路线 看着简凡没把注意力放在观察车辆上 老陈可是要提醒他 现在你是警察 你得站在警察的位置上 师傅 不是赶肉不赶开枪的都是好警察 敢对老警察说这样子的话 简凡也是有底气的 这么拥堵的路况又有这么多的监控摄像头 不用警察堵罪犯自己都跑不了 简凡认为不能够用警察的思维去分析歹徒的心思 他觉得这群罪犯敢在白天抢劫杀人 肯定才好了点想好了退路 都是一些胆大心细心理素质非常好的人 根本不可能仓皇出城 我觉得这根做菜是一个道理 水烧开面火好菜下锅 有条部分的才能做 简凡说在几百万人口的城市里 不要说藏四个人藏四千个都没问题 而且罪犯反侦查能力应该非常强 一旁的肖成刚认为波哥又在吹牛 就在这时对讲机传出了 在市区建材市场找到了嫌疑车辆 但没有发现嫌疑人 这也正是简凡推测是正确的 四名专业人员正在押送钱款 刚走出医院门口 这时突然的枪响让人猝不及防 只见四人同时中枪倒地 歹徒在极短的时间里 提着钱款上车扬长而去 这起抢劫造成两丝两伤 简凡来到案发现场 根据胡立军在旁边的描述 简凡脑海里就不断重组当时的情形 两名银行职员和两名护卫 清点好人民币准备押送存款 刚走出医院门口歹徒就开始行动 这就说歹徒当时就在旁边 胡立军说可能有两名或三名歹徒 简凡说不对应该是四个人 还有一个司机 陆队说现场有目击证人 证明副驾坐上并没有人 车上只有三个人 而简凡仍然坚持有四个人 如果加上建材市场接应的人 那就是五个 简凡说 有一个人在背后朝两名护卫开枪 另外两人分别包抄两名银行职员 还有一个司机在枪响的同时发动了车 接应上抢钱的人离开 这才是最快的方式 至于车上为什么只有三个人 简凡推测 这个人应该是在医院里面开的枪 他没有随车逃走 而是留在了现场 因为他穿着一身白大褂戴个口罩 并不会引起怀疑 这让歹徒认为最安全的方式 这个人返回医院里面 再从其他出口时机逃走 这一点 可以从医院的监控录像中 找到一些线索 活不其然 萧承刚在医院后门的垃圾桶里 发现了一件被丢弃的白大褂 很快检验结果就出来了 上面的确残留着火药 萧承刚马上通报了胡立军 这就验证了简凡的猜测是对的 胡立军带着简凡再次来到医院 拿出所有嫌疑人的笔录 让他帮忙找出其中的疑点 正在这时 痕迹专家文老也来到现场 文老问他为什么觉得现场有四个歹徒 简凡一番分析后认为四个人 是速度最快也是最安全的组合方式 而留着两个活口 就是这次抢劫的高明之处 医护人员看到有人受伤就会去抢救 而这时现场的一些痕迹也就被破坏了 简凡精彩的分析推测 让在场的人都很佩服 随后 胡立军和梁武云找到了 当时救治伤者的杨医生 据杨医生说 当时有一个医生跑进来喊自己 他说外面银行有人受伤 一听外面有受伤的人 就立即叫上医护人员赶去救治 由此看来 近来通报的这个医生身份就非常可疑了 而杨医生并不认识他 只是听声音还是很熟悉的 但就是想不起来是谁 面对梁武云问他有什么相貌体征时 杨医生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这实属让警察很是无奈 从目前调查的情况看 整个抢劫案基本是做的天衣无缝 这也让大家的调查变得有些茫然 第二天 在案情分析会上 简凡在手机上发现最新的一期案情通报里 歹徒抛弃车的挡板残泥 还有车厢内的鞋残泥里边都含有菊花有机肥 也就说明这辆车曾经肯定去过有菊花的地方 但城市周边很多地方都有菊花 随便在野地里走一走都有可能沾到花粉 简凡气势要说的是 歹徒既然要用到枪 那肯定就得有一个炼枪的地方 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有菊花的地方找出来 说不定能给我们带来很多有价值的线索 但是要从这个方面入手不太现实 因为光市区的面积就有1300多平方公里 要覆盖这么大的区域 就算把全市的警力都调过来 也未必能查出结果 而且我们也无法确定歹徒一定会在市里试枪 看起来这个说法是很些荒唐 大家听后也都跟着乐了起来 虽然大家都以为这条线索是错的 但简凡却坚持自己的想法和判断 只要用枪就必须保证枪的性能在最佳状态 那就必须找个地方试枪 而且这是一条超后路的办法 说不定能直接找到歹徒 只是这个实施起来确实很难度 看着大家对自己的想法不以为然 简凡只能找到自己的直属领导秦队 向他说了自己的想法 秦队刚开始也和大家一样 说这么大的地方要多少人找啊 简凡却说就自己和萧承刚 俩个人就算累死也说不到 秦队不得不给他支支招了 说你平时这个脑袋那么聪明 怎么现在就不灵光了 为什么非要局里的人呢 经过秦队的指点简凡心领神会 简凡立刻就来找唐大龙 说叫上你三五百号人帮我找一下这个家伙 有没有见过或者有在哪里看过越快越好 然而有一点就是要保密 能有机会帮捡警官的盲唐大龙 那可是求之不得 只是简凡还有一事需要美女曾男帮忙 没等简凡说出口就被曾男给撩上了 还有什么事啊 你看一下就被你看出来了 简凡要借他能越野的车 曾男说借是可以的 要是弄坏了车那就必须答应他一个条件 过了不久 简凡就接到唐大龙的电话 说他手下在碰瓷一伙人时 见过这种自制气腔 地点就在东寿山的生态园附近 得知情况后 简凡立即叫上好兄弟肖成刚连夜出发 经过一天一夜的沿路寻访 确实有人在生态园附近见过这种气腔 这也让简凡更加肯定自己的判断 天黑后两人驾车来到一片宽阔的山区 简凡下车后 观察了周围的环境 觉得这个地方简直就是一个天然的设计场 而且应该很少人会来这里 在这里试枪再好不过了 就是在这里放炮也没人管 而且下边全是田地 漫山遍野的全是野菊花 跟汽车现场的化合物刚好吻合 并且这里到市区的距离又非常近 开车也就不到一个小时 东寿山方圆几十公里 也只有这里最适合当设计场了 只是要从这么大的一片地方找到有用的线索 那还是有难度的 当简凡催促萧成刚进山搜查时 简成刚还以为他在开玩笑 简凡在办案时可都是认真的 于是他让简成刚在车上等着 自己单枪匹马进了山 只是越往里面走就越宽阔 这里浑然就是一个天然的射击靶场 当简凡试图找到有用的线索时 突然脚下被什么东西扮演下 整个人摔进草丛里 起身后才发现原来这里有一袋垃圾 简凡像见到宝贝师的开心地笑了 这意味着自己一天两夜的辛苦没有白费 简凡在附近又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证物 第二天 梁局长亲自召开抢劫案的研讨会 在此案件中警局投入最好的硬件最强的精英 但到目前仍毫无进展 梁局对此非常不满意 正当大家都不知所措沉默不语时 狐狸君的手机突然响起 大家都看向了他 不好意思的狐狸君看过短信后说 简凡在外勤排查发现了劫匪试枪地点 还说现场很有可能留下了 嫌疑人的纸膜和丁连样本 这个消息让会上的人都振奋了起来 得知此情况后 梁局立即就命令所有人马上前往东寿山 来到山上大火就开始忙碌了起来 而此时的老陈背着简凡从山里走了出来 让老师傅背着简凡都觉得不好意思 说我这又没受伤 让人看见那多丢人了 可老陈说你脸皮那么厚还怕被笑话吗 黑天半夜往山上跑 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你让我这当师傅的脸往哪搁呀 其实在陈师傅心里已经很佩服简凡了 他过人的智慧和这股平静 都让陈师傅自豪 让在大家准备就绪上山搜集证物时 福尔摩斯凡就回来了 看到简凡安全回来 大家心里也总算松了一口气 但看着大家一副细皮笑脸的样子 陈师傅说你们有什么好笑的 我的这个徒弟比你们哪个都强 狐狸军问他短信里说是能确认吗 没有问题 简凡直接就拿出了一把野菊花 只是这些菊花室里边到处都有 不足以成为证据 紧接着陈师傅就拿出了985个铅蛋 这个铅蛋可是简凡花了9个小时 才在草地里找到的 陈师傅接着说 山上有很多地方都有人来过的痕迹 虽然下雨毁灭了一些证据 可正因为下雨就没人再来过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能找到的直接证据会更多 而且还发现用过的一袋垃圾 如果检验确定是那些人 那他们就在捷南逃了 随后 陆队就安排所有人开始进山搜查 而简凡的脚扭伤走路都走不稳了 经过这件事 简凡也在大家面前证明了自己 而此时他也有个愿望 就是希望虎姐能把陈师傅招进中案组 现在的陈师傅心思都在案子上 看得出他也是想在退休前找个机会证明自己 看着简凡这么诚心 也看在这树好不容易从深山里采来的菊花上 虎姐也不好意思拒绝了 虎姐夸他还真有点神探的潜质 而简凡可不想当什么神探 他认为工作就是生活的一个调剂 不能把自己整得太累 他认真地看着狐立军说 虎姐 你看你最近这气色 最近都摔好成什么样 你要再这样下去 这简凡可真的是什么人都敢撩啊 过了不久 请假休息的简凡在电视上就看到了 持枪抢劫案的五名罪犯都被抓获归案 而那名主犯其实在医院做过医药代表 看到电视里陈师傅参与抓捕的身影 简凡也是替他高兴 回到局里 行队拿出一个证件对简凡说 你是你们对有史以来 晋升最快最年轻的坦长 对简凡最近出色的表现 两局很是欣赏 于是启动调查17年前文物失窃悬案 这是方舟计划的最终目的 简凡担任调查组 两个兄弟来到谷玩店卖传家宝 准备回老家娶媳妇 没想到黑心老板只给了三万 听到这个价格大哥立马不干了 跟老板说这东西我们不卖了 于是两人匆匆忙忙离开 而店里的老板给手下使了一个眼神 只见手下立即打起了电话 不久 两兄弟刚来到路桥下 突然就被两辆车给围堵了起来 车上下来一群男子 迅速地就向他们围了过来 并大声喝道把东西给交出来 一个光头摸过兄弟手里的东西后 直接就拿出了三万 说要换你怀里的东西 可没想到兄弟也是一个老实人 我哥说你们越是想要就越不能卖给你们 我们哥俩还指着这玩意回去娶媳妇呢 要不你给我们找两个小媳妇领回家 东西就可以给你 光头笑着说 那你跟我们走呀 这硬邦邦的石头鸟不好找 可软乎乎的小姑娘扑隆隆地满地飞 这时大哥却喊道我们不去 要是你们抢我们东西怎么办 看着两人敬酒不吃吃罚酒 光头不想再废话直接就叫人硬抢起来 就在这时 桥两边突然就窜出来一些人 把光头围了起来 原来是唐大龙在背后搞的鬼 他还叫来了警察 很快警察就赶到了现场带走了光头 与此同时 另一组警察来到谷玩店 把老板和刚打电话的男子一并抓了起来 而梁武云还在拍着视频 而这一切其实都是简凡特意安排的 梁武云拍完视频就给简凡打去了电话 说我们这边的人都抓全了 一会上网把视频发给你 而这时简凡和洪姐正要去提审无期刑犯郑本胜 这次提审是在局里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 刚开始郑本胜还是一如既往的顽固 直到洪姐给他看了他大哥被警方抓捕的视频后 他就开始有些绷不住了 另一边 光头薛建廷不但不承认抢人家东西 还说是买卖不成发生了点口角 简凡告诉郑本胜 只要你大哥一倒下 你这无期该有期那可就遥遥无期了 立功减刑才是你的出路 你不开口 齐元明那伙人在咬出你点什么事 罪上加罪 到时候 无期后边是什么 这不用我说吧 告诉你 我保证只是最后一次见 如果有下一次见你的话 那肯定是你的同伙 交代了你的新的罪行 我们需要核实 到那时候 你可就是罪上加罪了 你可以走了 在洪姐最后的忠告后 警察准备再次把郑本胜送回去时 郑本胜检举 我现在检举行吗 郑本胜检举了薛建廷17年前藏匿了一把枪 很可能就是密洋分局失窃的那一把 还可能牵涉到一起命案 得知消息后 梁局非常激动的说办的好 这也是说检凡那真是踩了狗屎运 幸运到家了 这次出来也算是有收获 回去也不自于挨处分了 我说什么来 会做饭的男人能成大事 枪找到了 正是密洋分局的失枪 我死 真的 当然 很快警察对藏匿的枪支进行搜索 终于把17年前密洋分局失窃的枪支挖了出来 这对于重查17年前的悬案来说 是一次了不起的突破 得知此消息 就连警察局长都坐不住了 只是一旁的情队及时跟进 拿起电话就要向上级领导报告 没想到上级已经知道了消息 这下可把梁局乐开了花 消息很快传到了正在半路修车的检凡 我说什么来 会做饭的男人能成大事 枪找到了 正是密洋分局的失枪 我死 真的 回到警局 一件不好的事却发生了 原来是嫌疑人薛建廷在看守所里自杀了 而家属竟带人到警局闹事 简凡分析薛建廷的丈母娘和妻子都是妇道人家 在得到赔偿的情况下 不可能再公然出来对抗警察 背后肯定是有人指使 盯住他们就有可能指引我们走向嫌疑人 简凡根据案情的发展提出了三条侦破思路 第一 命案未破为由 对古玩店的老板齐元明和连任出行进行限制 防止他们出逃 第二 建议抽掉警力 对其元明涉及的经营范围进行彻查 让他紧张起来 迫使他露出马脚 第三就是薛建廷的家属为切入点 查找背后指使的人 商议过后 警察很快来到薛建廷的家里了解情况 没想到开门后 薛建廷的母亲火气竟如此之大 看到警察 就直接拿着板凳坐上哭喊了起来 说你们逼死了我的姑爷 现在还要来逼死我这个老婆子 这一幕把男警们都搞懵吗 见他越说越离谱 红姐再也看不下去了 说你老大不小了多大点事啊 政府不是赔了你们钱吗 还想怎么样 就你那个儿子吃喝嫖赌没点好了 红姐的好言相劝竟适得其反 老婆子站起身来破口大骂 这情景实在让红姐忍无可忍 说我今天要脱了这身警服不当警察了 我肯定陪你骂上三天三夜 谁躲着谁就是小娘养的 正在这时媳妇就走了出来 放下小孩将警察叫进了屋里 经过梁武云的一番劝导 媳妇终于说出了 怂恿他们去闹事的人是表弟逢可亲 而背后给他们出主意的势力三驻 梁武云立即回到警局向情队汇报 张杰和肖成刚继续监视着 到了晚上 简凡和郭元来到了薛健亭家换班蹲守 下车后简凡发现情况不对 这大晚上的家里怎么没有开灯 这完全不像有人在家的迹象 见识不妙 简凡马上就叫大家进去查看 万万没想到白天还在哭喊骂人的母女 此刻都躺在地上没有了气息 这一幕让简凡慌张了起来 白天看到还有一个刚出生的婴儿 正当简凡都不知所措时 郭元就来喊着说孩子在里面 进去后的简凡马上就抱起孩子 开始急救了起来 经过简凡的不懈努力后 孩子哇哇地哭出声来 这一刻简凡的心里总算松了一口气 自从简凡当了警察 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这一幕 可要都不当警察 会有更多的好人受到伤害 很快情队就得到了此消息 根据重案队的调查 现场没有查到任何有价值的痕迹 这很可能是罪犯薛健亭 在生前所在团伙所为 有人担心暴露就此灭口 梁菊也是顶着巨大的压力 警察刚有线索就被掐断 可见罪犯狡诈之急 秦队可不会称了这帮人的心 他在梁菊面前立下军令状 两个月内破不了案件就脱下警服 梁菊见状向他保证以后案件的细节工作 局里绝不掺和只把握大方向 而这个结果也是秦队想要的 晚上梁武云给还在加班查阅卷宗的简凡 送来一盒爱心泡面 看着狼吞虎咽的简凡像个小孩子 梁武云让他慢点吃会烫着 简凡说这根本不会烫 按他的厨艺应该在里面加点醋才好吃 简凡这下小编可要说你一下 班长姐给你泡泡面你应该要很满足了 还嫌东嫌西的 简凡问张姐干嘛去了 梁武云说他请假了有个王总要找他 这个王总让简凡瞬间觉得哪里不对 想他干嘛呀 只能有我对你 齐天大圣让猴给耍 队里最年轻的探长 不发威就要被当成病猫了 于是在张姐回到队里时 简凡就绑了他 用一桶洗脚水让他乖乖说了实话 原来张姐之所以会去见王卫明 是因为他和李渭十几年来 一直在暗中调查文物失窃案 他们都想找到老同学曾国伟的下落 也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调查齐元明的侦破方向也是他们提供的 简凡觉得是时候该和李渭聊聊了 李渭对简凡撬开老炮正本生的嘴很是佩服 这就像是解开悬案的一把钥匙 而薛建廷面门案后这扇门好像又被关上了 李渭将简凡带到他的一处别墅里 满屋子的古董差点让他惊掉下巴 戏聊之后 简凡才知道当年文物失窃案发生后 李渭一心想找到失窃的文物 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于是十几年来 硬生生把自己变成收藏古董行家 也是在这期间 开始怀疑走私文物的骑士兄弟身上 其实这么多年 骑士兄弟的文物走私就没有停止过 而浮出水面来的 陈久文 薛建廷 正本生 不过就是他们的小足而已 李渭把自己搜集整理的资料 回去后 简凡认真研究幽盘里的资料 制定了一个新的侦破方案 利用唐大龙一百多号兄弟做眼线 功夫不负有新人 几天后 简凡就接到了眼线的电话 季月阁要转移大批走私古董文物出城 释出紧急 为了防止意外 简凡立即组织兄弟们前往拦截 行动之前 梁武云叮嘱大家 车里面要真实运送古董文物 那押送人携带武器的可能性非常大 也就意味着这次拦截行动 凶险级别可想而知 很快在眼线的指引下 两辆警车突然加速超车 在前面排乘八字形拦住转运文物的货车 眼看货车没有停下的迹象 梁武云立即鸣枪示警 司机听到枪声这才杀住了车 司机立即向车厢里的老大报告 有警察持枪拦截 慌张的老大立即命令司机调转车头 剑歹徒要逃跑 张杰和郭元立即跳上车门 然而司机也是硬查 根本不理会他们 两个急转方向将他们都甩了下来 这时负责店后的减凡件大货车迎面驶来 立即将车来的190度的飘移横在路中间 万万没想到 这时司机直接挂上酒当一脚油门踩到底 以200码的速度撞向减凡 都这么玩命 势必车里的东西是价值连城吧 大货车直接开成了推土车 眼看就被推出了7736米远 忍无可忍的减凡立马掏出了家伙 打开车门对着司机喊道 这一枪才逼停了大货车 再不时相救只能让你领盒饭了 随后赶来的警察快速把司机给摁在了地上 正在这时 减凡就发现一名男子正往山上逃跑 减凡件状立即就追了上去 只是刚追出去不久就传来了枪声 萧承刚快速来到车尾 只见一名白衣男子正要逃跑 萧承刚一枪是紧让男子吓了尿 抱头束手就擒 另一边的简凡向罪犯开了一枪 虽然打伤罪犯 可等简凡和梁武云追上去时 却跑没了影 控制好两个罪犯后 立即开始就对车里的货物进行了检查 火不其然 萧承刚发现一个类似尿盆物件 确实是一些价值不菲的文物 很快大批警察也赶到了现场 看见这些罪犯被带走 而且还成功结下了一大车文物 这样一来越山文物走私暗制之罪 就被他们给改写了 只是回去后不但没有得到表扬 反而还被秦队训了起来 谁带来头 众人一致只向简凡 眼看瞒不了还不如自觉站出来 这一点秦队肯定是没看错人 说我会亲自为你们请公的 秦队的话出乎所有人的意外 只是接下来秦队却说出了这样的话 这锅饺子就是对他们的奖励了 这次起货的文物价值不菲 也重创了文物走私团伙 梁局在会上给他们充分的肯定 而逃跑回去的罪犯李三柱可就不好了 齐树明得知文物落入警察手里 直接就来要他的老命 随着厂房里传出的一声枪行 外面所有兄弟也都不淡定了 可没想到齐树明这一枪竟打在了墙上 这可把李三柱直接是吓得一身冷汗 李三柱感谢大哥不杀之恩 后面就是赴汤倒火也在所不息 这次警察精准地截获走私文物 让大哥齐元明怀疑内部有人反水 齐树明马上进行调查 很快手下就来向他报告 说就是这个唐大龙 雷子就是用他调的咱大哥 得知情况后 齐树明就召集兄弟找上了门 打晕了监控室的保安 就来到一间经理室门前 没想到开门的是曾男 女孩正要出门约会情郎 刚打开房门就被一群狼按了回来 看似黑社会的男子就大摇大摆走了进来 然后直接就拿起女孩桌上的手机 说你不用那么紧张 除了我的这帮兄弟之外 我本人对雕子不感兴趣 没想到 这些家伙竟连女孩都吓得去手 男子走到面前说我不认识你 跟你也无冤无仇 但要是你要不配合的话 那可就不一样了 给你两个选择 一把你扒光了从这里扔下去 二是打电话给唐大龙让他马上过来 说完一把枪就顶到了头顶 曾男无从选择拿过男子手里的手机 然后就给唐大龙打去了电话 唐大龙看见是曾男 还开起了玩笑说你是寂寞想我了吗 此时他哪还有心思开玩笑 一本正经的说我有事跟你说 赶快上来吧 然而唐大龙却说他正等着简凡呢 实在走不开 无奈之下曾男只能撒了一个谎 说简凡已经在我这里 就这样唐大龙答应上来找他 就在这时 简凡也来到了圣堂夜总会 在唐大龙手下的带领下就往包厢走去 而这时的唐大龙已经来到楼上 全然不知有危险的他 刚打开门就被对上了脑袋 见到这种情景 唐大龙立即抱起了拳来说 几位大哥是哪个道上的报个名号吧 要是差你们钱了就尽管说 这圣堂楼上楼下不少人 光我们保安就一百多号 这要是真擦枪走火打起来 你们也占不到什么便宜 还是要以和为贵 何气才能生财啊 没想到对方直接就给他来了一脚 见对方根本不讲武德 唐大龙直接说道 你们要是在这开枪 警察会追着你连裤子都穿不好 对方自然也是知道这个厉害 齐树鸣说既然是明白人 他也不废话了 直接说今天来是要收一笔烂账 有人在背后捅了我一家伙 让我损失了兄弟和价值一个亿的货 听出了对方的来意后 唐大龙就站起身来 说这是我还真就知道了 你那个朋友叫薛剑廷是吧 是雷子给逼死的呀 还有你那屁股董也是雷子给端的 有能耐你朝警察使进去 跟我这桩什么大尾巴狼啊 没想到唐大龙还真有点能耐 此时的简凡已来到楼上 正要往经理室方向走去 却被一个男子拦住 简凡回头无意间发现男子腰间近跨着枪 一向反应敏锐的简凡 就看出这家伙绝不是圣唐一般的保安 于是假意要离开时 趁其不备迅速地就掏出了自己的家伙 然后直接把男子腰间的枪掏了出来 就这样将男子逼到楼梯间里 检查身上没有其他家伙后 简凡就对男子开始盘问起来 带着家伙来这里是要劫财还劫色呀 乃至男子不管简凡怎么跟他唠嗑 都像哑巴一样一声不吭 这下把简凡的暴脾气都整出来了 说信不信大爷我马上把你变成太监 别逼我开火 你来这里究竟是要干什么 就在简凡盘问时放松警惕的一刻 男子抓住时机跟简凡缠斗了起来 两人双双滚下985G台阶 接下来 就到了不出意外就出意外的时候 一声枪响 敢巧不巧的就打在了男子的裤裆上 估计崩掉半截了吧 这下可真是要成太监了 你说我也没秒杂那么准呢 真不能怪我 而枪响也惊动了齐树鸣 打晕唐大龙之后 很快歹徒就来到了楼梯间 对着简凡就一阵突突 见识不妙简凡就快速逃走 现在的简凡才知道发生了大事 情急之下按下了走廊的警报器 此时齐树鸣正带着美女人质从房间出来 听到警报声后的所有人都惊慌着往楼下跑 就在这慌乱之时 简凡直接就拿出警官证 向旁人借来手机进行报警 由于简凡触动了警报器 电梯也随即停止 所有人都只能从楼梯下楼 为了不让人认出来 这些歹徒只能等其他人都下楼了再走 正在寻找歹徒的简凡 刚开门就听见楼梯里传来歹徒的说话声 不就少二位崩了半截了 至于这样 赶紧走 给他每次堵上了 命都得丢半条 简凡透过门缝看到歹徒劫持了曾男 二话没说就直接冲了进去 简凡机智地将一堆指向推了下去 歹徒就和简凡火拼了起来 此时简凡一心只想着救人 全然不顾自身的危险 不得不说简凡平时虽然有点吊耳郎当 但在关键时候那是勇猛无比 歹徒跑到楼下 一辆小车就快速开了过来接应他们 曾男拼命反抗 他明白这要是被这些男人拉上车 那后面会发生点什么都不敢想象 歹徒这次来圣堂是要找堂大龙的 现在逃命要紧也顾不上曾男 其数名就让手下放了他 然后上车仓皇逃走 简凡追出来后发现曾男还在 这也让他放下了心 随后简凡一口气把曾男背到13楼的办公室 经过刚才的事 曾男这才发现简凡是个侠肝一胆之人 一对八都敢直冲上去 一个人就把穷凶极恶的汉匪都吓得灰头土脸 简凡问他想要什么感谢 简凡毫不客气说就给我开张一个亿的支票吧 曾男也是眼不带眨下的答应了 当然这只是一句玩笑话而已 其实简凡现在最想要的是 和女朋友蒋迪佳在一起 在饭桌上 蒋迪佳问他有没有想过 结婚后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呢 简凡说等他们俩结了婚 会生一大堆大胖小子 过年回老家那压岁钱挣的可多了 简凡家听了那不是把我当生娃挣钱的机器了吗 经历了多次受伤和停职 简凡家劝他辞职 毕竟甘刑警是个高危职业 有哪个家里人不会担心呢 简凡握着蒋迪佳的手说道 别担心 自从干了警察这个职业 起码学会了责任感和正义感 而且他做什么事都是有事有中的 不管是做男人还是做警察 都不想留下遗憾 这种负责任的男人不都是女人想要的吗 蒋迪佳也不例外 不过接下来蒋迪佳说的是 可让简凡不淡定了 讲母可是个厉害的人物 九鼎集团的董事长 还没见到就让简凡心生畏惧 不过为了蒋迪佳 这一关在南也是要去闯一闯的 第一次见蒋迪 简凡还是显得很紧张 一开口就叫错了称呼 接下来两人的谈话也很尴尬 蒋迪佳说要谈婚论嫁 他们是门不当户不对 这在简凡看来并没有什么 蒋迪佳是老师 我妈也是老师 您是酒顶的老板 我爸是一锅的老板 这都是老板 没什么门不当户不对的 蒋迪佳直言瞧不起简凡的职业 也数落他家境平凡 婚后生活没有那个经济实力 简凡知道自己一个月 两三千元的工资 并不宽裕 不过他还是想争取一下 简凡说除非佳佳自己摇头说分手 不然谁都拦不住 蒋迪自信的说 佳佳不会因为你而抛下他不管 您这么干涉儿女的事 这就不合适了 这话激怒了蒋迪 拍而起骂道 别以为你是个黑警察 就想为所欲为 我告诉你 你还没到那个层次 这让简凡无法接受 当初要不是自己在九鼎集团 危机时帮了一把 不然早就倒闭了 简凡与蒋迪吵得不可开交 夹在中间的蒋迪家气得夺门而出 当简凡追出去的时候 已经找不到人 打电话也都不接了 刚开始简凡也没多想 一心都扑在案件上 只是没过两天 简凡就收到蒋迪家的信息 简凡对不起 在你和我妈之间 我最终选择了我妈 蒋迪家经过了反复思考 真要是嫁给简凡 带给他的不是幸福而是负担 这会比分手让他更痛苦 我希望你能找到给你幸福的人 请原谅我的自私 听到这简凡有些不敢相信 就在几天前两人还在讨论婚后生活 这才不到一星期两人就分了 简凡立刻飞奔到蒋迪家家里 开门的人却是蒋母 简凡好话说尽蒋母才让她进门查看 可蒋迪家早已坐上飞往欧洲的航班 房间已经被收拾得干干净净 简凡想起与蒋迪家的过往 心里很是失落 简凡搬出了蒋迪家送她的房子 你们这干嘛呢 把钱女友的嫁妆还给她 把钥匙送还给了蒋母 简凡分手最开心的当然是梁武云了 她从大学时期就开始暗恋简凡 自从齐树明到圣堂找唐大龙麻烦后 齐树明就躲了起来 简凡指点唐大龙压一压齐元明 齐树明就会出来露头 到时候两个坏蛋一起拿下 这也是简凡调查文物失窃案的突破点 毕竟17年前的悬案罪犯隐藏得太深了 不识点手段舌头是不会自己露出来的 第二天 七月阁管家就给齐元明打去电话 说店里来了几个小混混捣乱 吓得店里的几个伙计都不敢来了 齐元明明面上做的是震惊生意 他对这并不担心 只是后面发生的事却差点让他吓破了的 搞不清什么状况 一辆小车就迎面撞来 很快车上就下来个人 说你会不会开车下来我教教你 谁知老头的司机更是一个暴脾气 上前一脚就踹飞了男子 让他没想到的是旁边突然窜出一伙小混混 司机见状慌忙上车准备离开 可这伙小混混已经把车围的水泄不通 老头这下才明白这是他们设计的一个套 于是马上叫司机报警 看这驾驶就算陪他们一辆新车 也不见得会答应 这帮人也只有骗警能管得了他们 骗警也是很快就赶到了现场 活不其然 这帮混混看到骗警来了 就像老鼠见到猫一样 开始四处乱窜 再快也跑不出警察的网 而老头也作为当事人被警察给带走了 在派出所警察对老头进行了批评教育 司机应打人罚款5000拘留10天 出来后老头马上给管家打去电话 说今天的情况不对自己要多加小心 思虑甚密的老头怎么也没想到 当他回去时 家里却被别人霸占了 原来是唐老板 唐大龙自我介绍了一下 告诉老头今天是来市收一笔烂账 原本是冤有头债有主 我现在实在是找不到那个主 只能拿你老哥开刀了 老头一听这唐大龙可不是一个善茶 说这山不转水转的 你就不能通融一下给我纸条明道吗 唐大龙也不为难他 直接说你这店我5万给盘下来 你拿着钱回云城养老去 省得这里相互看见也闹心 老头却说他还不想走呢 就吩咐管家 给门口兄弟每人安排一个红包 中午还要在国宾饭店定一桌招待他们 有吃有喝唐大龙自然是不会拒绝的 当几人就喝得东倒西歪的回来时 正好被简凡给撞见了 看着唐大龙说着不着调的话 简凡这才知道老头给了他张20万支票 这下可把简凡气得不行 因为简凡让唐大龙去压一压老头 是为了让老头紧张起来露出马脚 没想到最后唐大龙却被收买了 回去后 简凡从17年前密洋分局的辅警提供的线索 汇出了嫌疑人的画像 在李威的帮助下 确定嫌疑人是孙仲文 网络专家通过大数据查找到了 嫌疑人经常出没的地方 很快简凡就带着兄弟们在小商品市场蹲守 就在大家都在等待嫌疑人出现时 简凡无意间就发现 一个身穿红隔衫的男子疑似嫌疑人 于是简凡马上就下了车对男子喊道 听到这个名字 孙仲文毫无戒备的就转过了身 确认了嫌疑人 简凡立即拿出家伙亮明了自己身份 男子见是警察就想要逃跑 简凡立即朝天市井 听到枪声旁边的警察也都加入追捕 这个称号鬼脸鼠的家伙跑得真是快 他很清楚自己要是一旦被带住 估计后半生就要在狱中渡过了 跑出了仓库就来到铁路上 眼看再不出手就要白白了 简凡直接一枪正好打在脚上 这样一来也就束手就擒了 此时的简凡还为刚才的那一枪 久久都还未能缓过神来 陈师傅见他这样子就上前叫醒了他 接下来就直接在车上打指木掌文进行身份确认 局里收到信息后 很快就确认指纹信息就是在逃的孙仲文 到医院给孙仲文包扎后 压界就上路了 只是开出一段路后就停了下来 简凡分别叫下兄弟在耳边说了点什么 然后车子就开到一座大山里 这里荒山野岭到处都是乱死岗 关键是这里没有任何信号 就连张杰都感叹道 真是让人没想到 也只有简凡才能想出这种烂招来 当把孙仲文带下车后 看到这一反常态的操作 立马就说我认罪 我贩卖文物为罪潜逃 只是交代这些并不是简凡想要的 在警局 追查小组失联已经有27分钟了 就连凉局都紧张了起来 可让他们想不到的是 现在几人竟喝起了小酒 还对孙仲文说 该吃吃该喝喝 总不能当个饿死鬼 看着孙仲文没想交代的意思 简凡就叫兄弟把他抬到了另一边 然后马上就拿出了家伙准备刑法伺候 他的这个举动 更是把孙仲文吓愣了 听到枪响 吓得他瘫坐在地上 简凡感觉的这样不太好 就跟他说 觉得无路可退的孙仲文 立即爬着过来抱住简凡的大腿 说我全部交代 是公公山他们偷东西还要灭口 早些交代就不用那么辛苦演之出戏了 这也是大家最终想要的结果 只是没想到 简凡几人的举动 竟是被这局里做的 现在所有人都在等待他们的消息 看着几人迟迟没有消息 秦队想到有可能出了意外车祸 可梁局不相信会有意外发生 而这时追查小组 已经将孙仲文带到一个有手机信号地方 陈师傅赶紧给队里打去电话 梁武云立即接通电话 秦队马上问你们遇到了什么问题 嫌疑人怎么样了 可没想到陈师傅却笑着说 我们很好正在突审嫌疑犯 这事鬼你们管吗 胡闹 我命令你们马上返回 秦队 你就不想听听结果呀 这时秦队转头看向梁局 在局长的事宜下 所有人都在听着简凡凸审的情况 孙仲文酒足饭饱之后 简凡直接就开始问了起来 说从你们详细的作案时间开始吧 孙仲文说17年前的一天 我和公姑山一大早就进了城 晚上下着大雨 我们将车开到了一个小区 接了一个身穿制服的人上车 没说两句 公姑山就拿了一根绳子勒人家脖子 后面我们就开车走了 来到密阳公安局的围墙外 有人从里面顺了一根绳子下来 公姑山拿出一把钥匙系在绳子上 这是里应外合要偷文物 然后我们出了城一直往北走 离一处戒备两公里的地方停了下来 公姑山就叫我把人处理掉 我就下车把人藏在一个废弃的墓穴里 得知失联警察曾国伟的位置后 局长马上就命令情队通知所有人 还有法医鉴定人员紧急集合 调动所有能调动警员 执行二级紧急案情 紧接着梁局长就命令老延通知重案队 集合云城当地警方沿途护送压介车辆 任何人不得靠近 否则可以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所有的警察就开始行动了起来 很快就到达指定的位置 在犯罪嫌疑人孙仲文的带路下 确定了曾国伟当年被埋的地方 紧接着梁局就命令开始挖掘 过了不久 挖掘人员就发现了东西 得知挖到了之后 大家都激动地跑了过去 不断挖出的钢笔和警徽 基本确定就是曾国伟的遗物 此时梁局已经说不出话 很快法医就抬着曾科长走了出来 情队却上前让他等一下 还是让我们来吧 虽然现在鉴定结果还没出来 但从这些遗物就基本已经确定 这就是曾科长同志 百徒是残酷的 岁月静好的我们勿忘有功之臣的奉献和牺牲 在所有人装严肃目的护送下 快速地将曾科长接回了家 17年就等待这一天的到来 然而此时大家的心中也许是无比的悲痛 17年终于可以让他安生了 曾国伟的女儿曾男来到了警局 虽然知道父亲已故的消息 可他却面带微笑地走到梁局面前说 我爸终于清白了 谢谢梁国伯 抬起头时曾男再也绷不住大哭起来 今天他庆幸父亲蒙兽17年的误解终于解开了 也痛苦父亲再也回不来了 此时大家都是一样的伤心 留下的泪水 让我们更加坚定铲除犯罪分子的决心 接下来 局里就对主要犯罪嫌疑人发出了通缉令 在全市展开了大规模搜查 在搜查一处棚库区时 一家超市的老板说 这不是刚才买酒那人吗 你确认 确认 郭元立即掉头追了出来 然后对着男子直接喊道 站住 别跑 罪犯看见身后的警察追来跑得比兔子还快 还没吃上饭的男子已经跑得气喘吁吁 见男子跑进巷子 郭元立即就向指挥中心报告 路走报告 发箭里站住 得知情况后 在高楼监视的梁武云 指挥所有人向纺织路靠近 可这时简凡却一把拿过了他的对讲机 叫大家都别拦着罪犯 所有都后退到各个路口 打开车灯以及警笛声造大声势 拦下所有的通行车辆 随后简凡和梁武云快速收拾装备 向纺织路赶去 梁武云不解简凡刚才的安排 要是让嫌疑人跑了怎么办 简凡却说今天是来拆庙的而不是抓和尚 刚才的枪声也惊动了附近两名罪犯 齐树明觉得是该离开的时候了 很快简凡就来到纺织路 立即安排两组人分别守住两个出口 然后拿出地图研究了起来 陈师傅拿出附近的排查登记表 说都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简凡却觉得没有任何异常 那就是有问题 看过了排查登记表 简凡认定工艺品厂有问题 把古董文物和工艺品混在一起 一般人发现不了 一个建厂九年没有任何问题 就是最大嫌疑 而且李三住在这里满失的 这就说明他们一伙人很可能就在这附近 于是简凡马上就吩咐所有人火速前往工艺品厂 只是让人没想到的是 两名罪犯竟大摇大摆在街上走着 齐树明还让连任别紧张 他们不是冲我们来的 看到大批警察朝着工艺品厂去 齐树明知道那些豁出不了 还是先找个地方躲起来保命要紧 连任怀疑是不是中邪了 警察连这鬼地方都能找得到 说得好 简凡就是不按常人思维出牌 很快就要知道你们的老巢了 简凡和梁武云来到工艺品厂 里面的人早就跑没了影 唯独留下一个看门的大爷 简凡见状上前问大爷您今年高寿啊 大爷说我还年轻的才58岁 紧接着简凡就让兄弟给他戴上亮闪闪的大手环 来到屋里 桌上的设备却让人惊讶不已 小型冲压机还有火药 这一套做子弹的工具都全了 陈师傅说在圣堂发生枪战的子弹 就是这里做出来的 这些东西就够他们喝一壶了 只是今天重点不是要来查这些 于是简凡就出来审问大爷 说我们已经摸清了你们的底细 现在是给你机会坦白从宽 等等到我们大队人马来了 你要是再不说 那就是抗拒执法罪上加罪 那几个人全跑了 没人管你现在 非得挖热东西叛你几年才高兴是吧 大爷被简凡这么一觉顿时醒了过来 说货就在地下室 火不其然 地下室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古董文物 这些物件价值不菲 这才是简凡今天要找的东西 就这么一个地方都能让简凡挖出来 秦队也是觉得他还真是够邪乎的 不过简凡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看大门的大爷应该不简单 这么多的货就让他一个人看着 这里面肯定有门道 所以他想重审郑本胜 秦队也觉得蹊跷就同意了 警察很快就把郑本胜压到了现场 当大爷见了郑本胜时都吓了一大跳 这就说明两人是认识的 而且关系还不一般 文物专家老下来到地下室 看到一尊佛头时惊讶不已 姐夫提前要替小舅子还债 打开车门时 债主直接滚到车外 吓得姐夫慌张拧起箱子开车离开 就在刚才 唐连青让李渭把自己兄弟 勒索的20万还给齐元明 双方约好在南城拆迁去见面 然而齐元明被警察盯得很紧 他只好用调虎离山之计 引开盯梢的警察 自己驾车前往 半路上李渭的老婆就打来了电话 问说你出发了吗 要小心被警察盯上 而齐元明却嚣张地说甩警察 那不跟顽似的吗 不过唐连青还是要提醒他 和李渭见面时不要太整 警察会通过监控把你找出来 看得出齐元明现在并不怕警察 而是有一个问题要问他 说我跟李渭有一个要死 你想让谁死呢 都是老的不中用的东西 谁死都一样 齐元明接着说一个是老公 一个是情人能一样吗 你们都不缺年轻的女孩 谁还在乎我这个老太婆呢 齐元明说女孩是很多 可是没一个像你这么能挣钱的呀 女人也不跟他废话 说现在大家能保住命就很不错 电话打时间长了会不安全 过了不久 李渭就来到了约定的地点 摇下车窗喊了几声 其老板不见回应 于是李渭就提着一箱前下车 让他没想到的是打开车门的一刻 差点把他吓傻了 李渭慌张地拧起箱子开车离开 过了不久 波元跌跌撞撞地跑来向情队汇报 说南城派出所打来电话 在拆迁区有人被枪杀 看证件正是我们在盯梢的嫌疑人齐元明 很明显这是文物失陷案的幕后大佬在灭口 很快 警察就来到了案发现场 从现场初步勘查来看 很可能是被人灭口 这就更加确定齐元明背后还有犯罪头目 最近齐元明被警察盯得很紧 幕后的人害怕被顺藤摸瓜找到 就在这时 陆队就前来说 附近由于正在拆迁 很多摄像头都被拆除了 没有任何有价值的视频资料 看来这是罪犯早有预谋的一起杀人案 警察也只能扩大监控的排查范围 回去后 警察立即对齐元明的死因展开调查 在现场发现齐元明的手机 最后一个拨出去的电话 竟是盛唐公司老总李威的电话 而且在距离案发现场最近的一部监控 发现了李威的车子进入了案发现场 去现场勘查车把手上有李威的指纹 这就基本确定了李威是最大的嫌疑人 然而简凡并不这么认为 说李威杀齐元明有什么理由呢 如果这是有预谋的杀人 那干过警察的李威是不会留下指纹的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李威 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只是现在李威已经失联了 接下来简凡和梁武云就来到李威家里 在与唐廉青的交谈中 简凡故意提及他与齐元明的情人关系 一听这话唐廉青就急了起来 就嚷着要叫律师来 看到他异常的反应 简凡心里也是有底了 两人来到车旁 正在致视一辆黑色SUV开了过来 简凡忽然想到监控视频上出现过同款的车 回去后简凡马上就调取了监控录像 这辆黑色的车 就是在李威进入案发现场试出来的 所以这辆车有重大的嫌疑 于是所有人就开始调查这辆车 很快通过监控排查发现了这辆车 而让人想不到的是车上三个年轻人 竟在五星级大酒店里开了一间总统套房 这就让简凡更加确定这伙人有重大嫌疑 得知情况后 擒队就带队把嫌疑人监控了起来 大批特警就来到了酒店楼下实施抓捕 梁局亲自指挥下 警察很快就来到酒店楼上 迅速地向犯罪嫌疑人房间靠近 到达房间门口时 装扮酒店服务员的警花书云 开始敲起了房门 你好服务员 打扫房间吗 建房间里面并没有动静 简凡立即让书云使用房卡 可没想到的是把房门打开之后 里面竟有铁链反锁 这也说明罪犯还在房间里 于是特警立即就拿出铁钱剪断铁链 警察立即进入房间 兵分两组开始搜查房间 当警察悄无声息地打开房门时 发现里的罪犯竟还在呼呼大睡 也许罪犯在被制服时 还以为是在做梦吧 很快罪犯就全部被抓捕了起来 通过屏幕看到这一幕后 梁菊也总算松了一口气 回去后 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些罪犯竟如此好审 一张嘴就全部交代了出来 强哥说这帮小青年聪明着呢 自己只是被雇佣的杀手 真正的黑手还隐藏在背后 然而雇佣者用了假身份 在网上雇佣的凶手杀人 看不见摩不着 不过通过查询对方的IP后 竟发现也在海添大酒店 这就说明幕后黑手也是在酒店 利用酒店的网络进行联络 现在的客人里并没有查出 一个与其原名有关系 不得不说这个幕后黑手有多狡猾 另一边 通缉犯齐树明通过网络视频 得知了自己大哥被杀 他们也怀疑是李威所为 只是现在的李威连警察都找不到 于是齐树明就决定先从唐大龙下手 很快齐树明带人闯入唐大龙家中 把他打婚后绑走 摘掉头套后 唐大龙看到坐在面前的是齐树明 以吓得浑身哆嗦起来 他身边这些家伙都是一些亡命之徒 齐树明说你的姐夫李威杀了我大哥 告诉我他藏哪了 唐大龙一听这才明白怎么回事 说我姐夫没杀你大哥呀 我听说是有人雇网络杀手做的 而且已经被警察抓了 至于究竟是谁雇的唐大龙实在是不知道 可这些家伙根本就不相信 二话不说就要把唐大龙拉出去做了 就在这生死时刻 唐大龙说我知道姐夫的藏宝室 一听李威的宝藏 齐树明眼睛一亮马上叫住手下 李威的宝藏可不比姬月格少 要是能拿到李威的宝藏 那他们几辈子都花不完 齐树明说我们只要拿到东西你就活命了 这可把唐大龙吓出了一身冷汗 在警局正在打盾的简凡被一个电话吓醒 原来是飞飞打来说唐大龙被歹徒绑架了 很快警局也接到了齐树明的电话 要局里拿出一千万去赎唐大龙 这真是太岁爷头上冻土太嚣张了 但是梁局思虑过后还是答应了 面对大家的疑惑 梁局说只要他有能力把这个钱带出岳山 警察携带巨款证要给绑匪送去 哪知绑匪不断更换地点 为了人质安全 警察也不得不让他们耍着 可这在这时 小伙简凡却停下了车 说我有种直觉齐树明知是在耍咱们 为了防止他们瞒天过海声东击西 我们几个人留下来 您带着大部队继续去救人 你在这留守 我带着大部队让他们耍着玩 差不多吧 为了以防万一 秦队也是同意了 简凡下车后 没想到梁武云跟着下来 见四下无人简凡顺便撩一下 活跃一下气氛 活不其然真还被简凡给猜中了 这些歹徒根本就没有去拿钱 而是带着唐大龙来到李威的别墅 当齐树明来到李威的藏宝室时 看到满屋子摆着精英财宝古董瓷器 那是一个喜出望外 有了这些宝贝够他们花上几辈子 可接下来 就到了不出意外就出意外的时候 一个保安看到他们在小区乱停车 作为一个称职的保安 他可不能不管这事 就向歹徒的车走去 看到保安大哥走了过来 这也让唐大龙看到了逃生的机会 就在保安靠近车窗提醒司机时 唐大龙直接就窜了出来 看到唐大龙的样子 保安瞬间就明白这是遭绑架了 立即撒阿子狂奔起来 眼看保安越跑越远 司机眼看追不上就朝他背后开了一枪 这一声枪响 让正在打包的歹徒都紧张了起来 警察也很快就得知有人在水域禁案别墅开枪 简凡立即就想到了李威的别墅 其数明这是要拿走李威的古董啊 简凡立即叫上局里所有的警察 迅速向别墅赶去 而此时的罪犯已经打包好了古董 装箱上车迅速的救驾车离去 梁局在指挥车上命令 各处设卡路口不准拦截嫌疑车辆 避免群众受到伤害 放他们出城到人烟稀少的时候再动手 警察很快就锁定了嫌疑车辆 得到消息 所有警车全部掉头向嫌疑车辆奔去 就在警察快要追上嫌疑车辆时 没想到歹徒的车竟然坏了 真的是老天都不放过你们啊 很快所有的警察就将嫌疑车给包围了起来 歹徒看到这么多人都开始慌张了起来 擎队直接就命令所有人 这次来一个瓮中捉鳖 只是没想到 七数明以人志相要挟 竟要一辆七座以上的车 情队听后就说自己要向领导请示 显然这是在拖延时间 但现在的歹徒也只能等 毕竟面对这么多的警察 现在出去那就是被当火把子 两局叫上得力干将到指挥车里商量对策 简凡认为这伙歹徒携带着武器 想要这次行动成功 就必须把他们引到我们的射程之内 大家同意了简凡方案 这时车上的歹徒坚持是没有来车 七数明等不及了 李三柱就给警察再打去了电话 说抓紧时间把车开过来 不然就先飞了人质一条腿 简凡听后直接说你们别着急啊 车马上就给你们送过去 只要你们手下留人就好说 话音刚落 简凡的车就出现在他们视线 这帮人心里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简凡的车到了之后 山上的狙击手也报告已经到位 并进入了有效射程 紧接着简凡就从车上下来 歹徒见状也走下了车 然后对简凡进行一个全身搜查 并没有发现他身上有带武器 于是李三柱就叫所有人开始换车 唐大龙也被压了下来 歹徒迅速搬下箱子准备换车 这时所有警察也都准备就绪 眼看所有罪犯都进入了射程 时机已经成熟 简凡的手指马上打出暗号 然后快速一个深蹲就躺在地上 紧接着狙击手就给连任一个爆头 简凡接过枪板正姿势 帅气的就干掉一个罪犯 经过激烈的枪战 歹徒纷纷倒下 只剩下七数名躲到车里 简凡趁机将唐大龙救了回来 唐大龙看见简凡的举动 激动的夸赞他实在太牛了 可接下来简凡和萧承刚 准备包抄齐树铭时 就到了不出意外就出意外的时候 齐树铭突然窜了出来 对着简凡就开了一枪 简凡也音声倒下 所有警察也都冲向歹徒 就给他来个瓮中捉鳖 此时梁武云跑到了简凡身前 拖起头呼唤着他的名字 唐大龙看到救命的兄弟倒在地上 紧张得不得了 可无意间唐大龙却发现了简凡的小动作 瞬间就明白他的小心思 自己就不在这当电灯泡了 此时梁武云担心地哭了起来 就在梁武云伤心至极时 简凡实在是装不下去了 看到简凡醒后梁武云开心得不得了 但仔细看过后才发现自己被耍了 梁武云是气得不行 怎么能拿生命开玩笑呢 看着两人打情骂俏的样子 唐大龙都不敢直视了 回去后 局里第一时间就对齐树铭进行了提审 可这家伙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死活不说 简凡认为想要从他嘴里掏出什么信息 那是不可能的事 接下来还是要找出杀害齐元明的幕后黑手 晚上 简凡和梁武云来到黄老板的大排档 白天的事情让两人有些尴尬 本要出来喝酒的简凡 却让梁武云给抢先了 自己只能是陪着喝饮料了 接连喝下几杯梁武云就有些醉了 这女人不醉男人没机会 今天班长姐也算用心良苦 简凡心领神灰就要送她回家 而这时黄老板却到旁边蹭WiFi去了 叫喊了好几声才回来 不过黄老板去蹭WiFi的事 让简凡突然有了破案的灵感 枪杀齐元明的主谋可能就没进去酒店 而是在酒店外面蹭WiFi支持杀手杀人 第二天 简凡找到情队说出自己的想法 很快警花就来报告 说在酒店停车场的监控发现一辆嫌疑车 这辆车刚好与那几个网络杀手 街道只是杀人的时间相符 然而这是一辆套牌车 没办法直接找到人 警察只好沿街调起监控追查 只是嫌疑车进入停车场后 监控室就没有跟上 于是他们就到停车场上调出视频 发现一辆白色豪车比较可疑 于是简凡就要查查这辆车 没想到张杰直接就说不用查 这是唐连青的车 从停车场的视频看到唐连青从嫌疑车下来后 直接就坐上自己的车 简凡发觉这应该不是巧合 他回想到唐连青和李薇的关系并不好 他与契约明有暧昧关系 他也是一个能知道当时失窃文物存放位置的人 种种的回想都让简凡觉得他有很大的嫌疑 简凡确定唐连青应该就是那个幕后主使 于是他马上前往唐连青家里 而此时的唐连青再给一个男子打去了电话 说给自己离月山最近的公海准备一艘船 当简凡到达唐连青家里时 他已上了去往公海的船 很快警察就找到了唐连青的位置 两艘海警船快速地追上唐连青的船 并拦住了他 没想到唐连青见到这种情景 却没有丝毫紧张一脸淡定 随后他竟给简凡打来电话 说我给你发个视频欣赏一下吧 好家伙都这个时候了还有闲心刷视频 当简凡打开视频时 船上所有人都惊讶了起来 原来他绑架了曾男 身上还绑着定时炸弹 唐连青接着说道 只要让他五小时以后顺利到达公海 就会说出曾男藏在哪里 否则的话 不只是曾男的一条小命 只怕整栋楼都会夷为平地 梁武云将情况向局里汇报 为了曾男的安全 梁局马上就命令简凡赶回局里 让梁武云在海警船上远远跟着就行 梁局设定了倒计14小时55分钟 所有警察立即就对各个小区的楼房 开始搜索了起来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大家还没有找到曾男 而这时唐连青的船在开一个小时 就能顺利到达公海 正在着急寻找的简凡 突然接到唐连青老公李薇的电话 很快简凡就找到了李薇 简凡就把曾男被绑架的视频给他看 没想到李薇看过之后 就说这是18年前他住过的地方 老城区公安局家属院 得知位置后 所有警察和拆弹专家就赶了过去 幸好的是 在警察找到曾男时炸弹还剩不到4分钟 拆弹专家快速解除定时 顺利地将曾男解救出来 当曾男从房间里走出来时 大家一颗悬着的心裁算放了下来 就在唐连青离公海就一步之遥时 海警船快速地冲上前把他围堵了起来 这样一来 潜逃17年的唐连青最终落入法网 等待他将是法律的严惩 人作案都有作案动机 我一直不明白 唐连青的作案动机是什么 为了钱 也是因为恨 恨 恨谁 恨李薇 恨警察 李薇是他的老公 他们在一起这么多年 他为什么要恨他呢 他们年轻的时候 李薇不过是一个小警察 而且挣不了什么钱 关键的是他不顾驾 要不然他们的儿子 也不会就那样病死的 那警察呢 他为什么恨警察 我看我唐连青的档案 让我没想到的是 他大学的时候报考的就是警员 而且专业选择的就是行政专业 就因为一分之差 他落榜了 但他并不认为这是他的能力问题 他觉得是为别人顶替 关系 所以他后来收集了大量的资料 学习 刑侦 还有犯罪 准备报复警察 就算是你说得这样吧 他也不至于杀警察吧 他的婚后生活并不幸福 再加上遇到了齐元明这样的坏人 把他引入了奇恐 我挺为唐连青可惜的嘛 如果他不是因为在错的时间 遇到了错的人 他现在应该是一个好警察 说不定他是我的前辈 至少他还能比我优秀一元 真没想到 这么多年没有破的一个大案 却被咱们给破了 可能这就是天意吧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为什么最后选我 还不是因为你爸是局长啊 烦不烦然 这时候没中选 别别别动 你看这头发 越吹越荡漿啊 怎么了 别动别动别动 我应该有东西 怎么了 干嘛 干嘛 我干嘛 我这汇报汇报思想 啥思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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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